青铁都发出去了 你说不解就不解 你让我家里玩哪个 放手 婚姻应该建立在真诚的基础式上 而不是处处敷衍欺骗 反惨症都能作假 婚姻想得出来 正好就没欺骗过你 别自己欺人了 要不还是住酒店吧 万一 没事 毛毛今晚会自己家住 我都劝过了 怎么了 新来的同事 居然拿着我的方案 跟金姐说是她独立完成的 真是气死我了 你不知道 她便是还 下班吧 出来喝点 我不一定回来 你先睡吧 新品味道不错 这你的牙这么黄 怎么还连准向那么开心 以后还是少喝点咖啡吧 焦虑 我昨天给你买的新衣服 是了吗 就是学主意 这锅正好可不背 你不是喝酒去了吗 怎么这么快回来 谁跟你说我直觉喝酒了 某人不是说 吃东西心情就会好起来吗 都是你爱吃的 她这种人啊 就是男绿茶 对 男绿茶 她下次再这样 你跟我说 我帮你对付她 我回来了 谁又惹你生气了 不想和我说话 可以不说 没必要勉强敷衍我 孩子因为昨天是生气了 对不起嘛 我光过做功课 忘回复你 什么功课 你不是一直为牙黄犯愁吗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搜索 有用的美白牙膏 看到这款苏克教素美白牙膏 一直是榜单上的这个 也不刺激 牙齿真的变干净了 口气也清新了 这个白头味也好好闻啊 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 它有四个口味 换着用 每天都有新鲜感 像我们一样 苏克是18年国货老品牌了 给你用 我也放心 以后喝咖啡奶茶 也不怕牙黄了 那快点帮我多吞几次 对不起啊 是我误会你了 所以你打算怎么补偿我 别给你阳光就上来啊 宝贝 生日快乐 爸 你怎么回来了 你老公为了给你的精细呗 还我一夜没睡后 他会怕你突然回来 还是不是我亲妹了 怎么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 都把我亲密给你了 还像怎样 我对你一片真心 他自己身份 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情 你并不是好歹 爱是付出 不是算计 感情中处处使用套路的人 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你的真心两元点随处可见 我无福销售 真正打动人心的 不是天花乱惹的甜言蜜语 或是不厌其烦的陪伴 还有落到时速的关心 给你的粉丝 viendo 什么都听到说是因为 你们舍然是这样的 叫 germ knit acknowled心